本土 民主 反共 普罗政治 民生起 myradio.hk OK 那我们现在是11月头 大家在街上都看到 那些衣服就掛着POPPY 就是红色 中间是颗黑色 点花点的 加拿大的POPPY和香港的POPPY 和英国的POPPY不同 香港的POPPY跟英国那只 加拿大那只不同 加拿大那只是 其实我觉得加拿大那只不太漂亮 它有什么不同 加拿大那只有一些勇武 红色花 黑色点 然后有一支钉 钉 钉在衣服上 钉在衣服上 英国那只是纸造的 它有一个钉的味道 钉是胶造的 它是黑色的也是胶造的 但是那些花 还有叶的 在英国那只 那些是纸造的 因为它有叶 因为它有叶 它是更漂亮的 我也觉得 但是这样摸上的质地 勇武好像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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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校都会 在一些当眼的地方 放一些盒 那些盒子 就有一些 这些招牌的花 一堆在那里 那你就 就是 入些钱下去 通常一个几毫 就 拿 我的招牌 通常一元 带着 那些钱 那些钱 就是 去退伍军人的机构 是的 我想说 那些花 是 一朵花 勇武制的 架架的 是假花 它有一条很长的针 那条很长的针 即香港的胸口针 或者任何胸口针 就是 一两条 一条就是 可以扣出来 扣出来 扣到那件衣服 可以扣进去 很稳定 但是 我说 这女的Puppy有一条针 我还没见过这些东西 我来加拿大之前 我来的时候 怎样扣 扣下去 我可以随便扣 尽量扣 超过那件衣服 但很容易扣 然后走两步 我到今时今日 都会戴那件衣服 所以 其实 我认为 这个可以搞搞它 是有技巧的 真的要搞它 我也不知道怎么戴 不过便宜一点 可能穿在西装上 没那么容易脱 或者扣在外套上 是没那么容易脱 其实 你知不知道 初初扣这件衣服 是扣到帽子上的 我真的不知道 初初是扣到帽子上的 之后 但是为什么 扣到帽子上是没那么容易脱 还是会脱的 我想扣到帽子上 可能真的没那么容易脱 但是之后 发觉 为什么不扣到帽子上 因为 扣到 室内 你会脱帽 你会脱帽 是吧 所以 你多数时间都是在室内 所以 脱帽子 脱帽子 就没有了 好像看不到 所以 六几年的时候 就转了 掛在左臂上 正确的配戴方法 越近的心 越好 越近的心 所以就是偏左 对 可能 显示到 那些军人 在心中 对 在心中 对 这个是正确的 很大的方法 那 其实 我们还可以说个日子 即11月 11日 对 为什么11月11日 就是这个 19 19 19 不是 1918年 就是一战 一战 是 停战的时候 就是 停战的时候 就是11月11日 11点11分 那时候就停战了 就是不打了 那 之后就是巴黎和会 那 所以 这个 就是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死了好多 其实 一战 我自己又不是太过 就是我以前学过 但是现在又不是很 就是 其实相比起 我想很多人对于二战的熟悉度 多过一战 尤其是 就是 亚洲地区的人 因为亚洲地区没有参加过一战 是的 他们参加二战 所以 其实 我想很多人对于一战的历史背景 其实都没有什么印象 或者不太懂 其实可能 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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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其实应该找一集 专讲 加拿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一次加拿大都有参与的 是的 美国和加拿大都有参与的 是的 那 为什么要说死了很多人呢 其实第一次世界大战 死的人 是比第二次世界大战 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那时候是Trench War 是的 即是士兵 平民就是 平民就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 死了很多 因为二战的时候 有飞机大战 是的 真的 是大杀生力武器 是的 死了很多人 但是军人来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 是死得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 那时候 机关枪 发明了不久 其实 八国联军那时候 已经有机关枪 但是 我们是掃清兵的 很难 清兵 很难说给其他人 好难说给其他人听 机关枪有多恐怖 而且 也不是死了那么多清兵 所以 按中国来说 其实死了多少人 也不是 当时 你打仗 一千多百人 也不是死了那么多人 而且 八国联军是很少军队 所以 他们 机关枪的威力 就不是真的 那么多人知道 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真的大量使用机关枪 那 最初那些人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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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不是Trench Warfare 你知道吗 最初是 最初是 两军队阵 就是 就是枪 对 对 最初 最初 那时候 就是有军乐队 有扔手榴弹 有手榴弹 都有手榴弹 最初是 两军队阵 有军乐队 üst 冲过去 是 一冲过去 然後 骑马 打兵呢 那时候 那些骑兵 就是在两翼里保护 但是 因为有机关枪 那是整支 那是 机关枪的关系 一冲过去 就开机关枪 把什么 然后就死了 所以 慢慢诶 那打不行 就变成了 战豪战呢 有一邊挖箭蠔,有一邊衝,另一邊也沒理由不挖箭蠔 那箭蠔真是Trench,在地下挖的洞 挖一條坑,很長的洞 你把洞連在一個洞,就變成洞 這樣就挖一條坑 如果你平地就挖一條坑 所以在警察參加聚會他們會看不到 所以...死了很多人 再加上大量使用火炮 那邊也有消化毒氣 對,我剛剛就eros RC 其實地上很容易的小毒 衛生問題也有多 adverse 有些研究指出,其實很大部份的死傷是細菌 而且那時候是未有抗生素的,所謂二戰才有的 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EVAL系統,EVAL的補給系統就開始發明 相比起最近一場大戰,死亡很多人戰爭,是南北戰爭 即是最近一戰之前,那時候EVAL系統還未完善 所以很多時候死於感染 但一次大戰就開始完善,它又發展了整個醫療補給系統 所以一有雙兵,就馬上運到後方 其實我這樣說,很多時候科學、醫學上的突破 其實都是因為那段時期,很多時候都是因為打仗而有 是很諷刺地 尤其我知道二戰是對於後來的那個時代 那個時期是很多很突破性的 無論是電腦上的突破,醫學上,科學上 這些很多突破,其實都是因為二戰而有 是的 當初英兵為了解密,破解德軍的密碼 就是這個圖靈的故事,大家都可能有聽過 之前有一部電影 就是圖靈的解密,其實都是對於後來發展電腦科技 對於後來發展電腦科技,都是很大的幫助 即是他做了一個叫做Universal Machine 即其實不是他發明的,只是他去做這件事 其實什麼叫做Universal Machine 即是電腦,即是現在的電腦 那為什麼叫做Universal Machine 就是因為以前的比較舊的電腦 就是做一件事 計算數 他是計算某種數 都不是 我知道以前是counting 用很簡單的加減 譬如我想開砲,即是我想計算 我現在的砲角度要多遠 即是什麼角度才可以打到多遠的目標 那次電腦就是計算一件事 譬如我想解密,我只是解密 即是解某種密碼 問題就是那個Enigma 即是德軍的加密 是太多的混合 如果你的電腦 即是你的電腦 只是解某種密碼 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每轉的混合,你就要再改設計 這樣就不可能 所以圖榮就想 喂,五百次 當然是整個遠鳥分手機 即是甚麼密碼都可以 其實呢 其實那部所謂的遠鳥分手機 是更廢 你現在手機的計算機工 是的 但是當時很小 他就算什麼都可以 所以拿了這個就破解到 德軍的電密密碼 是的 我們一定要找一集 即是我們講了意戰 加拿大對意志的貢獻 其實在當時 我記得貝爾 即是Bell Laboratory Bell就是發明電話的人 是的 他以前也有很多突破性的發明 即是一隻船 有某一類飛翼船 類似的東西 也是當時發明的 Bell Apps 其實電話 在當時 電報 在當時都發揮很大的功用 無線電話 還有現在的電話公司 叫Bell 沒有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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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 Apps 跟現在的Bell 跟現在的Bell 拿回他的名字 是沒有關係的 其實Bell也是好像是加拿大的 加拿大的美國 好像是加拿大的 是嗎 但他是善戰拉鐵 善? 我不知道 Anyway 即是說回一戰 是的 我們玩一集就說 加拿大是一戰的貢獻 他有一場很 有一場很出名的戰役 叫Find Me Rich 那裡 現在還有一個 加拿大起的紀念碑 很有型的 很有型的 那裡其實是 那裡 理論上是加拿大領土 那個紀念碑 那裡 在哪裡? 在比利時 OK 我知道 加拿大有醫院的位置 就是荷蘭領土 有很多奇怪的故事 這個就跟二次上大戰的關係 OK 這個穩集說 這個穩集提一提 其實那時候說二戰的時候 忘記了提 但這個是跟二次上大戰的關係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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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個禮拜日 過了那個禮拜日 去參加了這個香港保衛戰紀念活動 是嗎? 那在加拿大 可以當作上個禮拜 就有一個紀念活動 就是一個儀式 一個紀念的儀式 就是去紀念當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加拿大軍在香港的 在香港保衛戰裡面的公演 不止加拿大軍 總之 總之參加的軍人 嗯 是的 我們每一集都說過 總之參加的軍人有 英軍 英印軍 有加拿大軍 有 有 Soul Guards 那些 也有少量的國軍 其實紀念加拿大軍 或者 本地香港英軍 或者紀念香港保衛戰 在香港本身已經很少人紀念 是 在加拿大其實更加少 是 其實今次都算是一個 比較突破性的活動 就是 第一屆 今年是第一次 我想今年 時代思進會搞的 嗯 他們絕對會搞的 即是他們 在香港 在香港 即是從那天已經搞了一個 是 Remember Day 他們都一樣會搞的 我肯定 這次可能 我肯定是第一次在多倫多搞香港保衛戰 你記不記得 其實 柳龍海其實是一個匪夷所思的事 因為多倫多這麼多香港人 是 但其實香港本身 本身都有人會紀念這件事 但在加拿大 反而在加拿大是沒有人會記得這段歷史 加拿大反而有這麼多香港人 他們又不會去紀念加拿大人 特別加拿大人是香港的公演 即是這段歷史呢 在香港的歷史書是有教的 不過就教到很不符合史實 香港的近代史是真的差一點的 但他 你一定是添加過的 是啊 但他簡直是 香港人不教 他就是 他主要是教你以前那些 十九幾萬年前的史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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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兵抵抗了十幾天 之後就投降壓 那些人覺得 喂十幾天 喂打的很短 對 但是那時候就是三年零八個月的開端 對 即是他這樣就打過了 對 即是完全不提 完全不提 有外國兵方手 有本地華人的兵方手 他是不會提的 是啊 所以就是香港 香港這一方面的教育 還是要很多 對 加拿大也有提少少的 即是加拿大 因為他是第一班 第一班士兵 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但是加拿大 加拿大都主要不是香港 主要是歐洲那些 對 對 歐洲戰役 即是 participate 最多 還有有贏 即是在香港是 基本上全軍服務 對 即是 也沒有意思看 即不是很剛才 我記得 我讀《Great 10 History》 有一段仔 是一本textbook 最下面有一段仔的那個 在香港是那麼多 他在說什麼 他不是說 我其實忘記了 總之是有一段仔的那個 好像有一張照片 有黑白照片 但anyway 主要都是說歐洲的自己 是的 這個活動是誰搞的呢 就是Vision Youth 和香港情懷 HKGN 對 HKGN 其實挺帥氣的 為什麼我說多帥氣呢 就是因為 有一班 有一班 退伍軍人 就是來參加 有義勇軍的退伍軍人 就是HKGN 以及香港的退伍軍人協會 還有盛莊救傷隊 盛莊救傷隊 盛莊救傷隊為何關事 對了 你問得好 我剛剛想說 其實為何關事呢 因為 基本上是 為何紅潤姐妹有關事 對 基本上是三隊軍人 就是聖災救傷隊 三隊 三隊 不是軍人 三隊 團體 有兩隊的部隊 是有去參與這個香港武衛戰的 第一隊是香港的義勇軍 這個就是當年叫做 HKVOLUNTEER DEFENSE CALL 那就是 就不是義勇軍長高的義勇軍 不是 匪軍 不要侮辱了香港的義勇軍 OK 那就是當時的HKVDC 就是一隊在香港的後備軍 就是有一些大班去參加 就是香港的鬼奧平民去參加 就是保衛香港 還有一隊是 另外一隊就是華人 有一個年百多人的華人 香港華人的兵 就是我們有一集都看過 就是參加的 那 還有就是聖災救傷隊 亦都 就是打緊的時候 亦都是有去做教護的工作 是 OK 所以這三隊 團體 對香港武衛戰 是有這個lineage 就是所說 有battle honor 是 所以就這樣 所以就這樣邀請他們 邀請他們來參加 那其實 我跟這些負責人都談過 他們都說 下次應該會找家軍的代表來 其實這次是本身有的 本身是有的 有直接打過那場仗的軍人 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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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rge McDonnell 就會來 就是他打過 就是 搜過香港 搜過香港 他就會來 這場活動 但是他病了 就去不了 是的 也都有 其實當時應該還有很多 不是很多 還有 當時打過那場仗的人在沙湖 好像有幾個 有幾個 是吧 這個 有一個叫做 加拿大有組織 叫做香港退伍軍人紀念協會 他的主席 就叫做Mike Beban Mike Beban 他爸爸 就打過 是 香港武衛戰 但是他爸爸已經過世了 就去年過世了 所以就離不了 有加拿大軍人出席 有兩個 有一個 我想吹 應該有三個 吹喇叭那個 就是海軍的軍事長 那天吹喇叭還是蘇格蘭的東西 這樣 這個 我們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好 好 回到第二節的瘋人園 我們剛才說到 有一個吹喇叭的女士就是軍事長 海軍 OK 我記得有兩個人吹 吹風頂 蘇格蘭的風頂 他應該是陸軍 我不肯定 那個就有吹風頂 另外有一個是懷孕來的 我就問他什麼部隊 他是reserve 後備軍 就是part time 是燒教的 中級軍 可以說 所以 都有3位 加拿大軍 不是代表 我看到有人會指揮一些人 這個人做的那個 指一下指下一個 就是獻花圈那時呢 那個是退勇軍人 我也有跟他談過 他就是香港義勇軍 ok 那他以前 我想 即他 其實整個整個聖節很帥 一開始就要插旗 有幾支旗 一支是加拿大旗、大英帝國旗、黃色那支是龍旗 那支是華籍英兵 香港華人軍團的部隊是龍旗,很帥氣的 另一支旗是義勇軍之旗,另一支旗是聖莊之旗 三個團體再加兩支國旗 每一支旗有一個退役的軍人拿著 旁邊有一個叫軍事長 軍事長用了一支Pay Stick 什麼叫做Pay Stick呢? 就是操作時,量一下你那一部標準 這些是軍事長的職責 他有一個紅色的紅色 即是他是最高級的軍人? 他是最高級的軍人 即是在那個場合是最高級的? 是的,英軍的制度 即是英聯邦軍人制度 那些軍事長是很高級的 在某些場合,軍官都要聽他點 OK 例如那天的場合 即是要點他走這裡 是的,因為他是負責 可以做一個尺 即是去指揮 不是指揮,是做一個standard 是的,軍事長是做這些 所以在某些情況,他是比軍官更兇 即是他會罵軍官的 那些軍事長 即是他會罵軍官的 即是說下年會有加拿大軍代表 如果真的有加拿大軍代表 那整個活動會更加公表 即是可能會有多些傳媒 其實那天算不算,都不算很多傳媒 華人傳媒除了廢查電視 除了廢查電視 其他華人傳媒都有到場 即是你說華人的電視 36台 其實華人有哪個提示台 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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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去 明報星也有去 但不能出英文媒體 是嗎 我想應該沒有 我想下面搞早一點 其實整個事情都要用英文來講 是的 其實是不錯 有150人出席 如果下年真的有加軍或軍人來 代表 那可能會吸引到英文傳媒來報道 所以多些人會留意 多些加拿大人會知道 原來在香港一段這樣的歷史 即是原來香港人是真的會紀念 他們都是珍惜這段歷史 都是對加軍是有這個的 都是傳一個感謝的心 是的,這個很重要 就是告訴主流傳媒聽 我們香港人其實很感謝 加拿大政府當面去派軍隊去保護香港 尤其是現在 其實加拿大是很流行 在11月11號大家一起 在這段時間 帶這個 POPPY 帶這個POPPY 這個英屬花 是的 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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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表明自己 是紀念 這段歷史 就是Remembering Day 其實都有這個必要去教育一下加拿大人 但是華人很少帶的 有沒有發覺 都有 有 帶小的 就是啤鬼是比較少的 就是他們可能不太明白那個意思 或者是 如果教育他們關於這一段歷史 可能他們就會多一些 relate to這一段歷史 就會肯去帶 可能說 打本仔 加拿大很廢 就是他們會說這些 他們就會說 東江中隊 東江中隊 就是關你彈子 就是 香港火海戰 是不關他 反而國軍就有關 OK 國軍就有情報隊在那裡 但是說真的 加拿大軍點廢都 他都為了你 一個三不識七的 他不打算打的 三不識七的國家 他就補一條命 他不打算打的 不是你 你家人不是你親戚 是香港的 安樂樂 現在 就是叫做有些安樂 遲些不知道 都是因為當時 有一部份 是因為當時 加拿大軍 英勇的犧牲 就是你這樣說的 有沒有人性 好 很多人都沒有人性 香港人是沒有人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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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說完 陳策將軍 帶領一堆英國軍軍 去突圍 如果不是他 也有很多英軍軍軍 是突圍不到的 所以 不要說 不關中國 當時是中華民國 不要說不關中國 其實是關的 當時有國軍參與的 只是主戰場 大部份的戰是英聯邦打 始終當時都是英國殖民地 英國都要負負責任 是的 不過最後都是下入了 日本人的手 沒有辦法 其實當時 無論你過一區 其實 我記得之前說過 在最後一天 就是 炸長期廣島之前 其實日本是佔領了很多國家 是的 就是整個東南亞 很多人拒絕 他拿了 因為他要拿資源 沒有辦法 這麼小的島國 他可以立得到這麼多地方 其實真的 都很厲害 不過這個是 這個是一場賭博 三中五十六 一出全國之力 他做這些事情 其實都是 很快收皮 中國也不是出盡全國之力 中國 中國理論上 都不是 中國是出盡全國之力 不是 一半打內戰 一半打外面 都不是 之後是被共產黨 插頭 真的很慘 所以一天最壞就是中國 是啊 是啊 你一定會拉回去 其實那時日本人 想著打到中國投降 他沒想著打那麼久 沒想著去佔領中國 只想跟他講和 不過 不過 蔣介石就不投降 還沒 這麼脆 對啊 OK 我們其實可以說一下 鵬屬花 鵬屬花 跟鵬屬花是不同的 OK 是不同種的 是 大家不要 那鵬屬花 是不是都是這樣 不是這樣 鵬屬花 鵬屬花是有個狼 真的 我不知道 這個有 這個鵬屬花 鵬屬花 叫Opium poppy OK Opium poppy 跟你 Opium poppy 跟你帶的那隻poppy 是有少少不同的 它都是紅色 中間有黑色 但是黑色的東西裡面也有一些黃黃色的東西 即是它比較漂亮 漂亮的 大家也知道 比較細緻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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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較細緻的東西 對 即是 跟女人一樣 如果女人比較漂亮的東西 就多數是因為好客人討厭 是不是 不說太多 對 多說話 對 那 所以 你說 為何帶鵬屬花 不然就 對 對 對 其實為何會帶鵬屬花 就是因為一首詩 是 那首詩 是一個 加拿大軍衣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是 那首詩叫什麼 叫Inflanders Fields Inflanders Fields 是 那首詩有提到鵬屬花 那首詩其實是說的 就是 他作了那首詩的時候 是 看著 看著 抹一抹 撞了那些士兵 是 他的朋友 前一天就死了 我想應該都是 埋在墓地上 他就很相當作這首詩 剛好 那個墓地 附近有很多 有很多 有很多 有很多的鵬屬花 所以 就是 Inflanders Fields 有很多的鵬屬花 那 那 初初 就是 他加拿大軍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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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不是 那麼 independent 很多時候 就是聽英國 所以 所以 就是 英聯邦的事情 但是很奇怪地 這個鵬屬花 一開始 是 美軍 去紀念 那 之後 美國 可能 那些英聯邦的人 看見 挺好的 他就 拿了這個 一個很好的 是 還有 也是 也是 英聯邦的人 是嗎 就是 加拿大人 也是跟英聯邦 英聯邦的國家 就 拿了 這個 這個象徵 去 代表 紀念 當時 這場 截役和軍人 是的 所以 這個 Remembering Day 的Ceremony 多數就是 都會 唸這首詩出來 嗯 之後 唸完這首詩 之後 就會 去 吹號 我們那天 都有唸這首詩出來 是的 那 吹號 吹號 是甚麼意思 吹號本來就是 本來就是 那個號是找來 rary 即聚集 那樣的 即是軍人聚集 對 即是軍人聚集 但是他就 找來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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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聯邦 即是 英聯邦 軍人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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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embering Day 的Ceremony 都會 吹號 即是 有點像 哎呀 我不知道 是否招魂 即是 哎呀 我們聚集 我們一起 一起紀念 尾 可能 有 回去吧 有點恐怖 這樣說完 不會的 因為他們信基督教 所以 可能他們 精神 一起 嗯 這個就是 紀念 一戰的時候 1918年 12月11日 是的 這個象徵 之後二戰 總之 之後父親關 其實主要是一戰和二戰 其實主要是二戰 我想說 是的 現在是紀念二戰 主要是紀念二戰 但是紀念日 就是一戰的 最後的 就是 停戰日 是的 其實我想說 還有就是 大家看到中環 那裏 有個紀念碑 那個紀念碑有三支旗桿 現在掛三支旗桿 他就掛匪旗 掛什麼垃圾旗 掛什麼垃圾旗 抽氣線 對 又會抽氣線 忘記了有沒有掛 總之掛不到垃圾旗 其實為什麼有三支旗桿呢 就是海洛空三軍 OK 就是 英元幫 海洛空三軍都不同 所以就掛了那些 這個紀念碑呢 英文叫做 Centopath Cenotaph 看看 就是這三支旗的 不是 這個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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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名字就是 Cenotaph OK CENOTAP 是的 很多大城市都有 很多英元幫大城市 都有這個碑 多仁多有沒有 多仁多有 多仁多有 多仁多那個碑 在University Avenue 哦 OK 剛剛想過 這是University Avenue 是的 就是那裡 多數英元幫的大城市 都有這個碑 其實可以去看看 因為 如果大家 即是 如果你住多仁多 或者來多仁多 其實University Avenue 它是兩邊 即是一條 一條 南牙線 中間呢 其實可以讓人走 而那裡 是樹立了很多碑 很多雕像 是的 其實算是 某程度上是一個公園 不過是一條路中心 是的 是的 所以人們沒有發覺 我也是 因為有一次機緣下 要去找一些資料 之後才走 原來是那裡 有那麼多東西看 大家可以去看看 是的 可以解釋 科學以南 可以解釋給大家聽 它有三支旗 中間那支就是 大英帝國國旗 那支也是陸軍旗 陸軍也是我的旗 左邊那支就是 有藍藍底色底色 有一個圈圈 那個就是 王家空軍的旗 在右邊有一點紅色 海軍 有時候是白色的 那支就是 王家海軍的旗 是的 那麼 香港那個其實都 差不多 香港就掛了死旗 香港大力掛了匪旗 五星死旗 是的 就是 平時 就是 主權移交之前 就是 香港 就是義勇軍去 是的 主權移交之前 是三支旗 即是那三支旗 都是海陸空軍旗 還是 海陸空軍旗 轉了之後 就變了 變了匪旗 是的 OK 現在都有 即是 現在都有 所謂香港義勇軍 在香港 就變成 叫做 少圓領酒團 是的 即 變成 那個 類似 同軍的組織 嗯 那 但他們的教官 很多都是 前義勇軍 嗯 嗯 又是抽氣線 香港那個 中間就掛匪旗 左邊就是抽氣線 左邊就是抽氣線 右邊那個好像就是 呃 綠色的 右邊那個好像就是那個 呃 退伍軍人協會的那支旗 哦 即是都關退伍軍人事 其實都關事的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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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那支旗 有黃 紅 藍 那個顏色呢 那個顏色其實就是 Royal Hong Kong Regiment 那隻顏色來的 OK 對 那隻軍旗的顏色來的 即是都少少關事 那 但是 其實你掛匪旗 再掛香港旗 其實是 匪旗 就是很狗不搭 剛才匪旗對一戰二戰有什麼關係 是完全沒有 匪旗是1949年才立國 是的 1945年就打完掌冠 是完全很無關 抽氣線更加無奈 九七之後才有的 即是你真的 你真的 你真的記念是應該 應該掛英國國旗 掛中華民國國旗 是的 再掛回那個 即 你掛回那個華籍英兵 香港華人軍團那個旗 那沒得最合理 其實是的 或者當時 港英政府的 那時候的香港旗 是的 那時候 有些人叫港英旗 或者香港旗 龍師旗 是的 好 今集就到這裡 下一集再見 拜拜